大家好 今天是8月7日 每個星期一我們都會講一些 成交的北水資金的流向 以及講一些移動股 每個星期一都會這樣講 今天會講一隻極端移動的 跌了九成的股票 也告訴大家 教大家怎樣不會買到這些暴跌股 這個臨度最多還沒講 我們看看北水方面 北水方面都是你看到的 橙色這裡就是日出日入 日出日入 所以就是這樣 不過大市整體成交是微微回升的 這是一個好事 是需要留意的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 就是具體的北水 日出日入 日出日入 沒有什麼意義的 開始就是 因為它是輪流炒 我們看到 以前在去年10月的時之中 它是集中升了進來 北水進來 因此就可以繼續 著聲地升上去 到這裏 北水也是進來的比較多 相對地 因此可以維持平穩 到這裏 北水就跌得多了 特別以幅度來計算 所以才慢慢回結 最近 北水 完全在打一個什麼呢 解放軍在打韓戰時期的策略 解放軍 不是解放軍 是志願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打韓戰時期 由於它運輸不暢 每人只可以背著7天的糧食及子彈 所謂打的策略就叫做七天的策略 後來美軍的將領 李威奇 他是一個散兵部隊 散兵都是屬於 即是深入敵人後方 你都是無以有後援的 他們都是背著很短的糧食 和什麼要就地謀生的話 所以他很快就認識到 中國人民志願軍 這個七天的戰略 那他就用了一個所謂叫慈性的戰略 來反應他 那什麼叫慈性呢 先放你進來 這個是五六天 就是給那些志願軍 然後到第七天第八天就追殺你了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膽盡量絕 我們這裡買賣股票都要開始用這種慈性的策略 因為那些大戶是膽盡量絕 不是很多錢來這筆稅 所以他們用這個好像是 剁泥蜂式的儀先去出動 那我們就去慈性策略 放你進來幾天 當然我們要賣幾天 千萬不要多 三四五六七八天就很走投了 所以我們應該用慈性策略 來買賣股票 我們也都在這個七月開始用這個方法 所以買賣成績是有進步的 好了 中間這裡你看到了 來來去去海底撈、快手、恒生科技指數 這個一定是 因為恒生科技指數他們買這個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買過股 他們正常去買一個大包圍 有時候也都大包圍 這個大包圍沽出是營付基金 如果一沽營付基金 那市基本是會回調的 這個需要留意 至於個別的重磅補的就是令計 這些個別的表現 當我們要沽了營付基金 沽了中國企業基金 那市一定會回調 所以這個星期大市會回調的格局會比較多 或是在這幾天 好了 我們再跟進去看看 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 今天就是紫和林業那裡 紫為什麼林業那裡好呢 因為有維達這個股票 3331 突然間有人就說要買它 那些其他還歸勞 但是股東說要買它 給價值大約20元 因此這個一彈就彈上去了 那這個其他一些 有沒有都是可以考慮一下 例如九龍子業 或者恆安子業 恆安 這些就是大家去想想了 石油和天然氣 我一直都告訴大家 是需要留意的 為什麼呢 美國佬真的沒有油的了 他們需要去買一些油 至於中標及珠寶 這些就是很小的東西 無謂搞了 黃金基本上都可以的 月接近8月22日 即是金磚五角開戶的時鐘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推出 這個是黃金 是backup的貨幣 如果是的話 黃金就會突然就升了上去 公共事業 這是一般的事情 世藝都沒話說 要看息做人 然後再跟著 就會有一個銀行 是重要的 銀行還在跌的幅度 那地產又如何呢 還跌得多一些 如果銀行和地產 都是在一個升的幅度來講 大市的跌極是會有限的 因為他們是重頭科 好了 我們再跟著要看的 就是要看看板塊方面 不是板塊 個別股票 沒有辦法 都告訴你了 這些就可能要沽的 沽的時鐘 就可能一片綠色為主 阿里巴巴會好一點點 因為他的壓力是沒有騰訊 沽售壓力沒有騰訊那麼大 這個美團也好一點 因為很多人都是在那裡炒來炒去 比亞迪一定都是車王 這樣才是好的 暫時就這麼多 在那個是 旗子 旗子現在它基本上 在這裡就開始見出了 有壓力 就下來這裡 就要試保利加通道 因為在這裡之前都說過 它會試保利加通道中族 這個中族這個位 應該要守住它 這個中族位 暫時目前是19327 即使你當它193 所以它應該會有調整壓力下施 支持位是193 不要跌穿了 跌穿了之後 你就要看什麼呢 就要看下面再多一點點 191 如果你不跌穿 守住之後怎樣呢 上面就很簡單了 就看回保利加通道的是頂部 頂部這裡大致上就是 這個叫做22,000 或者到這些頂部 大致上是197 暫時看到193 對今天來講 或者過兩天來講 的後市是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守193 上望2萬 跌穿193 下望就這裡了 對不起了 真是184 又未必這麼大的 可能在193這裡 暫時來講 暫時來講 旗子是有一個好一點的趨勢 就是還是一底高於一底 也都出現了是一頂高於一頂的 希望只要守著這19,000 只要守著這19,000 就彈上來 那就好了 若然不是 那就要試這範圍了 好 那說完了 大事如此 那我今天可以有什麼股票留意呢 今天可以留意的股票 就是第一隻 中興通訊 中興通訊 我們看看它的股價圖 先